在上个腹肌的训练视频中 我看很多小伙伴在问说 你的胸部是怎么练的 明明是一期腹肌的视频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在平时是如何训练胸部的 以怎样的方法可以帮助你练出一个 饱满立体以及形状好看的胸肌 那怎么话不多说 3 2 1 我个人其实非常理解 大家想练好胸肌的一个原因 因为 No Chess No Sex No Chess No Sex 因为有些小伙伴 他的下胸会有一些坠肉 或者是胸外延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我非常理解 他专门去问 你如何有针对性的练这两个部位 但实际上我跟大家讲 我很少专门的去练咱们的下胸 以及胸外延 因为大部分的推举动作 你的下胸都会参与发力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当你做这种握推 或者推举没劲的时候 你往往都试图在攻你的背 然后把你身体往后倾这样 这都会对你的下胸有额外的刺激 我不推荐大家专门抽出一天 来刺激你的下胸 以及胸外延 而恰恰相反 我希望大家更多的把注意力 放在你的上胸的发展上 所以如果有些小伙伴 他的下胸囤积脂肪 或者你的外侧胸部线条不明显的话 那么就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 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的体脂率 这个其实不用我多说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过多的体脂肪是咱们训练痕迹的杀手 那咱们胸部的线条也不例外 但是同腹肌相比 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不需要达到像6%到10%那种非常低的体脂 你才能看到胸部的线条 而是你只要达到大概这样的体脂率 就可以看到明显的胸部轮廓 第二点就是增加你整体胸部的肌肉量 这点其实也非常好理解 就是通过增加你整体胸部的厚度 让你整体胸部看起来更饱满 更有轮廓 这是咱们今天这个视频之后 要详细讲的内容 但是现在好像通过道具可以省略这一步 第三点我还想强调一下 就是咱们的基因 其实同咱们的腹肌一样 咱们胸肌的形状也是天生的 所以当我看到很多小伙伴问说 我看谁谁的胸肌很好看 我能不能变成他的这个样子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但是起绝大部分的因素 能不能变成那样的形状 都是你的基因决定的 既然基因这个东西改变不了 我觉得大家也没有必要去过多的想它 只要做好咱们刚才所说的第一点和第二点 你就会有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胸部轮廓 那接下来呢 我想利用这点时间给大家展示一套 在家里就可以完成的 专门刺引下胸以及胸外延的动作 那在咱们开始任何动作之前呢 我都非常建议大家先做这么一个姿势 因为很多小伙伴 对于胸部没有很好的感受 你都需要提前设置好 你整个身体的姿势 这个位置非常重要 因为它直接决定了 你到底能不能更多程度上 用你的胸部来发力 而不是你的肩膀啊 或者是其他什么地方 大家先跟我做啊 把你的这个肩膀怂起来 像这样一样 就怂肩的动作 然后呢 尽可能的把你的肩膀往你的身后拉 这样 收缩你的肩胛骨 背面是这样的 再把整个肩膀 保持这个姿势的情况下 往下拉 这样 同时大家不要太骨盆前倾 要保持中立位 核心收紧 在这个位置下 不管你做任何胸部动作 大家看 感受都会非常好 如果想在家里训练 但又不需要任何器械的话 首先第一个想到的 还是咱们的俯卧撑的动作 如果你希望通过俯卧撑 来着重刺激你的下胸的话 就需要你进行一点点的变化 首先呢还是标准的俯卧撑姿势 两个手 大概是比肩稍微宽一点点 把脚伸直 不要这么塌背 也不要弓起来 要保持中立位 然后当你下去的时候 一定要把肘部尽可能贴近你的身体 在你起来的时候 大家需要把肘部尽可能的往里扣 尽管你的位置不会变 但是呢 你的股骨是往里旋转的 用你的长度这个位置 来接触地面 使劲发力 这样的话 你的下胸会有更好的参与 如果大家觉得正常的俯卧撑比较难的话 可以通过膝盖 然后把两个脚这么搭起来 整个肘部还有手臂的要领 都是一样的 下去 上来有个旋转 每组40秒 然后休息一分钟 再进行下一个动作 第二个呢 咱们需要一点点工具 很多小伙伴都知道 这个臂屈伸 会刺你的三头 肩膀你的下胸 但是如果大家看 还这么做的话 更多感受的是什么地方 是你的肩膀 还有你的三头 怎么才能更好通过这个动作 来刺你的下胸呢 大家可以找两个相同高度的动作 把你的身体放在他们中间 把你两个肘部冲外一点 当你肘部冲外的时候 你的肱骨 距离你的胸骨的距离 是最远的 它距离越远 当你这么往下压的时候 对你的胸部 会有更大程度的刺激 同时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加减你的难度 把腿伸直的时候 可以更难一些 把腿稍微弯一点 就相对比较简单 同样这个动作也是做40秒 在动作非常标准的情况下 尽可能多做 然后呢 休息一分钟 再进行下一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呢 也是一个腹伸称的动作 但是这个动作 主要是刺激你的外侧 还有下胸的 大家都知道 外侧如果你想刺激的话 就跟咱们的正常的推举一样 你需要进行最大的拉伸 然后再进行收缩 找一个这样的高度 沙发或者台子 然后大家把手 稍微抓的宽一点 同样如果大家觉得 这个比较难的话 很简单的办法 就是找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台子 还是把手放的比较宽的位置上 我一般做腹伸称的时候 为了有更好的感受 都会在顶峰 保持0.5秒到1秒 下胸的话 像我之前说的 还是通过这儿 感受收缩 同样这个动作呢 也是每组40秒 然后休息一分钟 整个咱们家居的这个下胸 还有外侧训练就完成了 所以如果你是刚刚开始训练 或者平时没有条件去健身房的话 刚才那套动作呢 是非常好的 帮助你增强下胸厚度的一套动作 但整个这套动作呢 我还制作了一个跟练版 大家可以在B站上 这个视频下面的P2进行查看 同样这套动作呢 也非常适用于女生 那现在问题也来了 我相信很多女生呢 都有一个困扰 就是到底自己应不应该去练胸 至于这个问题 我还特意去问了一些比基尼的选手 然后他们给我的答案是 定期合理的练胸 不仅会让你保持体态的平衡 同时呢 也会帮助你减少你的腹乳 哦 这边 如果有些女生做了这种胸部的手术的话 那么你就需要遵从医生的建议 再去决定到底要不要练胸 那接下来呢 如果你跟我一样 经常会去健身房进行训练的话 我特意请教了我的教练 大宝贝Pete 教给咱们一些专门 针对加强下胸的动作 从而你可以把它融入到 你平时的训练里 Let's go I always want to start with a warm-up exercise or something that's going to bring a lot of blood into the muscl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do is a simple cable crossover with a slight decline angle That's going to bring more blood but it's still light and controlled somewhere between 15 and 20 repetitions 4 sets It's going to really start to prioritize blood flow and put fatigue initially into the pec minor and a little bit of the pec major through that decline angle The weight is moderate not severe so that as we get into our bigger flat pressing or incline movements we've already got a lot of warmth in there we can avoid injury Then you stretch in between each and every set to continue to enhance blood flow to increase circulation remove waste products bring more fuel to the muscle to increase contractility So now we're going to move on to a decline bench press This is a power movement strength athletes use quite frequently it involves both the pec major and the pec minor to equal degrees that also brings some serratus and actually some latin to it as well we're going to keep the scapula contracted chest up shoulders low slight arch in the back so we can push through with a complete contraction keeping tension on the pec muscle through the entire range of motion you can see actually the stress coming right through the outer part of the pec and engaging here with the original muscle as it comes out following the pec line through that force vector Good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simply take a machine that mimics a flat bench angle and we're going to have you slide your hip forward so that you have a slight angle of your upper torso this is going to change the force vector from a flat bench angle to actually to a slight decline angle so you're actually targeting the lower outer part of the pec we're going to intensify it with the prometheus protocol intensifying technique called the century set it's it's a hundred repetitions where you're going to fail the first time somewhere around 30 repetitions once you hit that first fatigue wall or that barrier pause for five to ten seconds regain your composure and you continue to press forward repping and repping and repping and repping your failure point or your point of momentary muscular failure will come a lot quicker second third and every consecutive set thereafter if you cannot get five to ten repetitions per segment then it's time to lower the weight about ten percent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eleven twelve thirteen fourteen fifteen fifteen yes good five seconds flat bench dumbbell fly but we're going to modify it we're going to bring the pinkies together at the top which is going to stimulate a little bit more pull through that lower outer part of the pec it's not a super dramatic change from the simple flat bench dumbbell fly but it's enough that it actually puts a little bit more isolation and targeting into lower chest angle with a dumbbell fly I always like to keep my elbows slightly bent so it takes the pressure off of the shoulders and that should be somewhere between twelve maybe fifteen so you do this towards the end when you have a lot of fatigue already in the chest alright 刚才给大家展示的呢其实不是一套完整的训练计划 因为就像我之前说的大部分的胸部动作呢都会刺激到你的下胸以及胸外延 所以你只需要把其中的一两个动作融入到你平时的训练计划里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会在将来的视频中详细的讲解一下如何的刺激你的上胸 从而让你的胸部从整体上看起来非常的饱满又轮廓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完整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 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别忘了点击订阅 并把你的小铃铛点开哦 同时大家可以关注我的instagram try so serious 就可以看到我的日常训练 视频最后呢我还有件事情要宣布 可能大家已经猜到了我跟咱们的myprotein签约了 并正式成为了myprotein的全球品牌大使 可能很多小伙伴不知道我在2017年初的时候 就跟myprotein合作过 还记得当时呢我刚刚开始拍健身的视频 而myprotein呢当时也没有中国的团队 还没有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所以他们这次找到我并且寄了很多产品给我呢 我真的惊艳于他们这两年产品的进步 同时呢我一直都有看到myprotein呢 它在打造一个极其向上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它跟我个人的理念呢也是不谋而合的 最终我选了加入咱们myprotein的大家庭 所以如果大家希望购买任何关于myprotein的产品的话 只要去它的官网输入我的名字 帅就可以享受全场最低62折的优惠 或者去myprotein的天猫旗舰店报我的名字 同样可以享受全场最低折扣 这两天呢寄了很多产品给我 我个人最喜欢的 是这个奶茶口味的蛋白粉 今天不想给大家抽太多 因为双十一就要到了 我下个视频给大家抽大的 好吧那今天视频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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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